大家好,我是牛肉球的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小酥肉的一个做法 做出来香酥爽口,外酥里嫩 做法非常的简单 下面来跟我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准备一块肉去皮 切掉肥肉部分 把肉切成片 再切成长条 下来把肉腌一下 切点葱姜进去 加入料酒 盐 五香粉和花椒粉搅拌均匀 放冰箱冷藏腌制20分钟左右 下来调一个面糊 往里面加入面粉 淀粉 面粉和淀粉的比例是10比1 往里面打一个鸡蛋进去 再加少量的水搅拌均匀 再往里面加入少量的食用油搅拌 肉腌好后 挑出里面的葱姜 放进面糊里面搅拌均匀 使这些肉条都充分的裹上面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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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锅里倒入油 开中火 油温三成热的时候下入肉条炸 把肉炸至成形以后控油捞出来 然后开大火 油温升至五成热的时候 重新倒入油锅里复炸一下 一直炸到色泽金黄 表皮酥脆的时候 控油出锅 好了 咱们这个小酥肉就做好了 做出来色泽金黄诱人 肉香外溢 看着就流口水 喜欢的朋友赶快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 看着就会是一个小酷 看着就会是一个小酷 每一个小档 都给到的地方 喜欢的小辣子 现在已经有点复杂了 这个小辣子 转断 哈哈哈哈